电视系画面拍下 一辆计程车往前开 却突然大幅度往右偏 整辆车直接往路边撞上去 前几秒钟刚好有一辆车 才刚停好停车位 就遭撞 驾驶还坐在车上 听到后方传来猛烈撞击声 吓了一大跳 我刚停好停车口 他给我撞上来 我人在车子里面 计程车驾驶突然暴冲自撞 撞上路边车辆 撞击力道强大 计程车安全气囊全爆开 车头严重扭曲变形 驾驶受困车内 救护人员到场赶紧救人 车祸意外发生在高雄三明区 一名计程车驾驶 五号凌晨一点多 突然不明原因往右偏 开到道路外侧 撞击路边车辆 当时刚好有车 才刚停好车位 却突然遭撞 吓了豪大一跳 计程车驾驶受困车内 救护人员和民众赶紧将人救出 但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赶紧抢救综艺 人士宣告不知 有云九人带抽血检验 凌晨开车却突然失控 自撞路边驾驶送医后 抢救不治 详细肇事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记者洪富人陈安山高雄 采访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 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